Jocelyn 還是依照人氣 對 而且我覺得元帥今天終於講人話了 是 以前沒有這樣講 你應該這樣講 很專業耶 有好好分析了現在 真的 比較認真了 留到最後嗎 最好的 如木染啦 彼得老師的影響之下對不對 來老師 你覺得呢 今天晚上為什麼你選擇Jocelyn 我覺得今天他們 都已經盡量去表演了 那每個人都有他們的缺點 像Benita她換Key的時候 那個部分掌握得不是很好 然後Jocelyn 昨天跟他們練習的時候 我覺得她今天 沒有真正的豁出去 有所保留 因為我覺得她可能怕 怕破音也是 然後Rachel呢 我覺得她的那個第一劇的時候 有點不穩 然後整個感情處理方面 可以再放多一點點 可是Rachel我要跟你講的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管什麼比賽不比賽的 你對自己要有信心 要做得最好 好像剛才我在化妝的時候 化妝師每個禮拜都幫他們化妝 那化妝師跟我講說 她覺得Rachel進步很多 對 進步了很多 對 所以 可是呢 為什麼我會選Jocelyn 我選Jocelyn是因為 我覺得Jocelyn呢 可能她的人氣會比較旺 她的外型會比較好 而且今天她唱得也不錯 只是我感覺她可以再 豁出去多一點點 好 所以謝謝我們兩位分析師 當然呢 她們的分析只是預測 不會影響最後的結果啦 是 那到底誰會是我們大決賽人選呢 廣告之後告訴你 稍後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 校園Superstar成績放榜節目現場 台上剩下三位同學 今晚就只有一位 可以突破重圍 進入我們大決賽 到底會是誰 是的 我們三位同學 你們往前看 前面呢 我們校園Superstar的大決賽大門 已經為你們敞開了 你們只要跨越那麼一步 你們就能夠成功進入大決賽了 你們知道嗎 我知道你們真的心裡想 像什麼 就是我要成為冠軍 我要復活成功 對不對 非常的激昂 是 今天晚上呢 三位同學 都必須要唱 阿妹張惠妹的 我無所謂 但是和歌詞相反的呢 我相信他們心裡都非常的在意 對 現在要進行的呢 就是清唱PK 三位同學 誰的麥克風 只要變成怪音 就表示他翻身失敗 立刻被淘汰 好 第一位 要離開他們校園Superstar的舞台的 會是誰呢 請換燈 倒數 請唱 天天都有落葉 特別是今夜 很傻傻的風吹 每一天也要一遍 夜夜又心碎 他們 他們 小心誰 但愛 卻也截了眼 坐下感覺 莫煩無緣也無悔 依然痴痴 殘殘落葉 笑到心 笑到哭 也流不出來 很遺憾 很遺憾的被淘汰就是 Benita 這個請Benita 是 來Benita 這邊請 其實今天的表現啦 你剛剛在比賽的時候 也是 不是很滿意嗎 然後在後台 他也是 不僅就哭了起來 是 這個時候你有什麼話 要對你的支持者說 非常抱歉 我今天沒有把我最好的唱出來 而且我要特別 對不起我的外公和外婆 大導演趕下來 然後還 看到我最不好的一面 其實不會 不要這樣說 因為呢 只要你站上這個舞台唱歌 我想他們就很開心了 是 其實這個比賽 沒有說好跟不好 對不對 就是要把你內心的感覺唱出來 今天已經很堅強很勇敢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是要歡迎Benita的媽媽 我們的鄭媽媽來到我們的現場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歡迎你 好漂亮喔 歡迎 媽媽今天打敗很年輕啦 其實Benita滿失望的 怎麼話要鼓勵他呢 他有點自責啦 他一直說 好像自己唱得不是很好 他剛才說了一句話 讓我非常的感動 他說 今天 外公和外婆 來到現場聽我唱歌 他們已經行動不方便 還來支持我 所以他就感動得哭了 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他被淘汰了 你有什麼話要安慰他嗎 其實 我也 這只是個遊戲啦 也是一個比賽 然後這個遊戲的規則 就是這樣子 我希望他繼續的唱下去 不要放棄 就是這樣子 而且要記得喔 你來站在這個舞台上 你已經是個贏家了 幾千人耶 你是我們全新加坡的12強耶 真的很厲害了 那當然呢 再過兩天 今天就是我們Benita的16歲生日了 在這裡呢 送你一首生日歌好不好 好 1 2 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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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你看 哥哥也唱得很差 剛剛搶拍了 對不對 好 Happy Sweet Sixteen 謝謝 謝謝我們的媽媽 還有Benita 謝謝 好 也祝願她呢 改天可以做什麼事呢 都非常順利非常開心 長大了嘛對不對 是 過一步了 好 來我們要往後退 因為現在呢 是 剩下最後兩位 你看藍色的跟藍色 黃色的跟黃色 到底是藍惠穎還是黃惠穎呢 我們一起來複習一下 我們的分析團 你們想要更換你們的答案嗎 不要 彼得老師呢 我還是 stick to Jocelyn 好 所以我們的分析團 堅決地選擇Jocelyn 好不好 那Rachel 你會不會很氣說沒有人選你 沒有 沒有了 沒有 我覺得她選 是應該的 好 到底是誰能夠進入大決戰呢 很快就要揭曉 是